大家好 我是孫國豪 出道25年所累積的能量 幫助我成為全能的藝人 但我不因此而滿足 這一次 我要在這個為我而生的舞台 接受全新的挑戰 請大家拭目以待 剛試穿的時候就覺得很奇妙的感覺 雖然還不會跳 但至少打扮要像一個教練 是不是 沒錯 功與善其事必先立起器 第一堂課孫國豪穿上舞鞋之後 並立刻與老師開始練習基本步 國標他畢竟是兩個人的配合 因為老師已經是博士級的層級了 我是處於幼幼班的層級 所以配起來的話 就會有那個差距了 為了可以縮短於老師的差距 孫國豪認真練習每個基本步 但在搭配音樂進入舞序之後 手忙腳亂的他 讓老師常常處在崩潰邊緣 來,老師 你好 老師,請用 請用 你們就有聽音樂嗎 有啊 可是我一直覺得 你知道我在出戲耶 我每次到那邊我還要Cue你 哎唷,快喔,快找我 就很怪啊 剛開始的時候對舞序啊,動作啊 不是很熟練 然後呢,又要去聽音樂跟節奏 所以呢,是有困難的 但是在這邊還是一個 competition 不管我們是初學的 或說你有一些經驗 可能要把那個所謂的舞蹈魂燃燒起來吧 這半邊轉開來 手放長 動作 手先對我放開 好 來 好,我回頭 收 棒 好 在反復練習後 孫國豪逐漸抓到舞感 以及與老師之間的默契 而老師也針對他的缺點 進行特訓 因為這一次 國豪哥他的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核心沒有辦法施力 不知道怎麼用力 所以我給他一個輔助的工具 那個輔助工具可以幫助他 把他的肩膀、軸心固定住 然後才有辦法去律動我們的下膀 上身不要中擺 下面才中擺 壓力壓住你 你要從肚子裡 回饋一個力量穿上去 對啊 為了讓孫國豪更了解 核心在舞蹈動作上的運用 老師也使出一連串的魔鬼訓練 來激發他的潛能 OK齁 可以嗎 好 好 滿不 跳國標呢 主要是你要用你的核心 然後來帶動你的身體 但是那個魔鬼訓練 對我們這種中年大叔 根本就 核心都已經丟到哪裡去了 所以做很多動作的時候呢 你就怎麼講 就是靠四肢在動 而不是說靠這個核心來出這個力量這樣子 其實肚子有力量撐起來 主要是撐你的就好了 就平衡 對 我要你的這一個 就是我們腳掌的這個牌 他要有力量 對 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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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腳完整就會有力量 滿清十大哭心 沒有 因為有力量在腳身上 你腳不能太舒服了 其實他不需要那麼多力 我只是要他究竟會有力 面對國標舞的魔鬼訓練 孫國豪絲毫不喊累 只為了讓大家看見全新的自己 期待他今晚的表現喔